奉结束圣明在这里正道 感谢主 今早上我们能再次来到神的殿中 一起来思考和思想圣经中一部分的道理 今早上我们要等候主恩 作为共同勉励的题目 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在等候 因为刚出生的婴儿等候长大 然后等候上学求学 然后等候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然后等候神安排对象 然后等候结婚 等候生子 等候孩子长大 过后又再等候孩子结婚 等候抱孙 等候退休 最后就等候死亡 每一个人不管不喜欢 愿不愿意 每一天都要等候 就好像上学的等候放学 上班工作的等候下班 开店的等候 等候关店 有的等候是很轻松的 就好像看电影时 等候电影的完毕 夜会时等候朋友的来到 但是有的等候 但是有的等候是长又难的 这种等候不一定等得到 等不到的话会很失望 虽然不想等 但还是要等 就好像当我们要到罗府的时候 要经过关卡战之前 这个交通非常阻塞 尤其是在农历新年的前几天 我们必须要在车里等 好几个小时 虽然我们不想等 但还是要等 生病的人也是一样 当到医院或诊所的时候 他们要等候医治 那些失业的人 他们要等候新的工作 活在征战中的人 他们要等候征战的结束 等候和平 暂时在新加坡 他们要等候回国 我们成为神子民的 我们也要过做等候的生活 当我们等候的时候 当我们等候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正在等候主恩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等候呢 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三章 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 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 这里讲到 凡事都有定取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我们可以知道 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时间 若是时间还没有到的话 我们怎么赶也赶不到 但是当时间一到了 我们要怎么躲也躲不到 就好像怀胎的妇人 他们要等候生产的时候 当时间一到了 要逃避也逃不到 我们成为信主的人 我们都知道 天地万物都是神创造的 一切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因此我们要学会 在祷告中等候 第二节讲到 生有时 死有时 栽种有时 八处所栽种的也有时 第三节 撒路有时 医治有时 车毁有时 建造有时 第四节 哭有时 笑有时 爱动有时 跳舞有时 第五节 抛制石头有时 推石头有时 怀抱有时 不怀抱有时 第八节 第八节 喜爱有时 恨恨有时 争战有时 和好有时 这几节 总共讲到了 四四个 有时的例子 这些例子 都是人 火在世间 将会遭遇到的事 目的是要提醒我们 凡事都有 它的时候 圣经有教导我们 除了要努力工作以外 我们也要安静地 等候工作的果效 相信没有一个人 喜欢等候 特别是在 现今的时代 什么都很讲究数字 手机电脑的 processor都是要快的 每一个人都希望 在心中所想要的 马上就能得到 但是有很多时候 很多事情 不是自己能够做主的 我们必须要等候 当我们等候时 最怕的是 当我们等久了 却没有得到答案 尤其是在我们的祷告中 神没有回应我们 这个会造成我们 对神失去信心 对神失去信心时 就埋怨神 而且还会怀疑神 甚至会把神 曾经给过我们的 恩典都忘了 说神变了 人总是有这样的软弱 因此圣经中 给我们很多 有关等候的勉励 我们来看诗篇37篇 Let's turn to Psalm 37 4篇37篇第7节 Psalm 37 Vers 7 4篇37篇第7节 这里讲到 当默然依靠耶和华 耐心等候他 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 和那恶魔成就的心 怀不平 这里教导我们要 很耐心地等候真神 耐心地等候 就是不发奄奄的等候 To wait patiently is to not murmur while waiting 不应等久了 就发奄奄 And we will not murmur because of the passage of time 我们看诗篇62篇第一节 Let us read Psalm 62 Vers 1 4篇62篇第一节 Psalm 62 Vers 1 这里讲到 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我的救恩是从祂而来 心默默无声地等候神 是信心的表现 Waiting for God in silence is a manifestation of faith 信服在神的面前 安静等候 是对神充满信心 A believers quite waiting before God is an expression of faith 通常我们跟别人 谈自己的心事或痛苦之后 usually when we talk to others about things in our heart or our pain 我们很少会再跟神 谈自己的痛苦 It is quite rare that we will still talk to God about our sufferings 同样的 我们若将自己的痛苦 摆在神的面前之后 我们就不会再去跟别人 谈自己的痛苦 we will no longer talk to others concerning our sufferings 这个是完全交透的表现 this is an example manifestation of full entrustment 我们跟神谈痛苦 神必会施恩我们 As we share our sufferings with God God will surely show grace 我们来看 耶利米哀歌书 第三章 Let's turn to Lamentations Chapter 3 耶利米哀歌书 第三章 Lamentations Chapter 3 25节和26节 Verse 25 and 26 这里讲到 凡等候耶和华 心里寻求他的 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仰望耶和华 静默等候神救恩的人 是有负的 It is good that He waits silently 我们等候神的后果 常会带给我们恩典 我们等候神的 所得到的后果 很常都会带给我们 很多恩典 The outcome of our waiting for God would often bring forth grace 因为神会施恩怜悯 等候的人 Because God will show grace to those who wait 既然神会施恩怜悯 Since God will show mercy 那么当 我们就应当要等候神 Therefore we ought to wait for God 我们就不该带着 马彦的心等候 We should not bring a heart of murmuring 我们要相信 神知道我们正在等候祂 You need to know that God knows that we are waiting for Him 祂也不忍心 让我们长时间地等候 And He is not willing to allow us to wait for a long time 当我们等候子 And as we wait 祂会帮助我们 Then He will help us 因为祂是个灵 For He is a spirit 祂不受空间控制 And He is not constrained by time and space 祂是无所不在的神 He is an omnipresent God 祂能做我们的盾牌 And He can be our shield 当时候一到了 And the time comes 祂就会为我们开路 That He will open up a way fast 就好像夜市那样 Just like Joseph 当祂被卖到埃及的时候 When He was sold to Egypt 祂经历到许多苦难 He experienced many suffering 被冤枉的下到监狱里 And He was accused and forcedly accused and thrown into the dungeon 知道成为宰相 And to the point He became the visor 从祂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开始 From the time when He was sold to Egypt 祂一直都在等候 He was waiting constantly 希望可以再见到父亲 Hoping that He could see His father again 祂相信神能安排他 再见到父亲 He believed that God would allow him And make the arrangement For Him to meet His father again 因此祂没有埋怨 在埃及时所遭遇到的苦难 Therefore He did not murmur The sufferings he faced in Egypt 他只等候神为他开路 He only waited for God to open up a way for Him 他等候神的时间 不是短短的几个月罢了 And the time that He has waited The period that He waited for God was not a mere month 也不是轻松地等候 And it was not an easy waiting 他等候的时间是十多年 For the time that He has waited for the time that He has waited for the 10 odd years 而且又是痛苦地等 And it was a painful wait 他无辜地被卖成为奴魄 He was a soul as a slave 这种生活不是容易过的 And this life is not easy to live 他耐心地等 And He waited patiently 最后就等到了所盼望的 Therefore in the end He received what He hoped for Hana也是 Similarly Hana 她之前不能生孕 She was unable to give She was barren 又不断地被丈夫的 第二个妻子取笑 And she was constantly mocked by the second wife of his husband 但是她从来没有放弃 在神的面前祷告 But she has never given up on praying about this matter before God 她只等候神 吃给她孩子 She only waited for God to give her a son 最后就等到了 她所盼望的 And in the end She received what she hoped for Ye伯也是一样 Similarly Job as well 她虽然敬畏神 Though he feared God 但是在短时间内 却失去了所有的 But he lost everything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失去产业和健康 He lost his possessions and his health 受苦时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苦 In his suffering He did not know why He suffered 他只等候神 He only waited for God 相信神 必定会将他 从苦境中转回 从刚才我们讲的 三个人物 他们就好像 圣经所讲到的 我们来看 米加书第七章第七节 Let's turn to the book of Micah Chapter 7, Verse 7 米加书第七章第七节 The book of Micah Chapter 7, Verse 7 这里讲到 至于我 我要仰望 耶和华 要等候那救我的神 我的神 必应允我 请读 Here says But as for me I will watch expectantly for Yahweh I will wait for the God of my salvation My God will hear me 我们看 诗篇一百三十篇 We turn Psalm 130 诗篇一百三十篇 第五节 Psalm 130, Verse 5 诗篇一百三十篇 第五节 Psalm 130, Verse 5 这里讲到 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等候 我也盼望祂的话 从刚才我们讲的 三个人物 他们受苦时 都在等候神 最终就等到了 所盼望的 在萨巴教会 曾经有一位姐妹 她的丈夫之前 是外教会的信徒 丈夫和妻子 都对自己的教会 非常忠心 丈夫和妻子 常因信仰 而闹到家庭不和睦 丈夫常因 跟妻子的信仰 不同 而作为要离婚的借口 妻子一直都在 安静地祷告 谦卑地放下所有的圣工 事情就是这样过去了 去年 在那七年里 神好像沉默不出身 结婚了七年 一致地都在祷告 看来婚姻 看来婚姻越来越严重 那时 那时丈夫就为妻子说 若不改教 跟丈夫的教派 就要离婚 丈夫给她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 丈夫的心充满怒气的 戴着充满怒气的心 等候妻子的答复 然后过了几天 丈夫在凌晨睡觉时 丈夫看到一个 很大又可怕的影子 坐在她的身上 样子非常恐怖 那个黑影问她说 你还要等到几时修了她呢 他听到时非常害怕 因此他就自己祷告 希望不会再遇到这种事情 他想到底 这是不是因为 自己的精神太疲倦了 而制造的假象 然后他就继续地睡觉 睡觉时又得到一个很奇怪的梦 他看到一个发广的建筑物 他可以很肯定地认得出 那个建筑物是真耶稣教会的建筑物 所以因为那个建筑物 就是他附近的真耶稣教会 也因为他曾经到过 那个教会 维修屋顶 所以他能认得 那个梦里建造的教会 是真耶稣教会的建筑物 然后有一个很温柔的声音对他说 来吧 软化你的心吧 那时他就醒过来 那时他的心就感到非常安静 也决定要认识真耶稣教会 他感到很亏欠妻子 很巧合的 在那个星期 教会正在办领恩会 他就对妻子说 要去参加布道会 在沙巴教会的领恩会 布道会和洗礼 是一起办的 是在三天内办完的 参加三天的布道会时 他都有跟长子 传道查考教会的教育 那时他才认识真教会 也决定要在那次的领恩会 受洗 当他受洗时 他看到异象 他们那时是在河边办洗礼的 河水也不是很清澈 但是他受洗时 看到河水非常清澈 又发光了 然后在圣禅里的祷告时 他又再看到异象 他感见在他的面前 有一个发光的十字架 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漂浮上来 那时他就受了圣灵 那位妻子 做妻子的姐妹 那时才感觉到 好像从梦中醒过来 丈夫已经信主了 神在一个星期内改变了丈夫 他祷告等候神七年了 神之前好像不理她 也没有动工 但是神一动工时 不需要几个月 也不需要几个星期 只要几天 神就能改变一个人 我们人类都是神创造的 我们就好像你那样 神就好像木匠 也就好像咬匠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4章 以赛亚书64章第8节 以赛亚书64章第8节 这里讲到耶和华 现在你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你 你是咬匠 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 神看我们好像 要用来造器皿的你那样 神要造的器皿有很多种 有圆的有长的 我们将会成为什么形状的器皿 这是神的主权 最要紧的是 我们成为被造之后的器皿 是呵护主用的 可能我们现在是 还没有有形状的器皿 我们正在等候神 制造我们成为有形状的器皿 为了要成为呵护主用的器皿 我们等候神的时间不可以束短的 因为还没有用来制造的器皿的泥 他必须要先磨碎 它必须要先磨碎 磨到越久的泥就越细 造出来的器皿也就会比较光滑 所以神为了要锁链我们成为有素质的器皿 所以神为了要锁链我们成为有素质的器皿 神会暂时把我们隐藏起来 那时我们就要安静地等候 当我们等候时 那时就是神熬练我们的时候 当神熬练我们的时候 我们好像在苦难中等候 我们好像正在被磨碎的泥那样 我们会感到很难受 等候神时感到很辛苦 但有时我们感到 就算是我们怎么样祷告都好 神都不吹听 怎么样哀哭 神都不理我们 这种感觉就好像 神不再爱我们了 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 继续祷告 继续等候 因为神曾经安慰我们 也应许过我们了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0章 以赛亚书40章31节 以赛亚书40章31节 这里讲到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利 他们必如阴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批发 信徒等候神是重新得利的方法 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到很难受 但当我们因等候神而重新得利之后 我们会感觉到我们之前是很自得的 都在等候神 我们会体验到 持等候的恩典 就是持得到的恩典 是大过早得到的恩典 可能找得到的恩典是比较小的 也有可能会让人至高的 但是持得到的恩典 会让人珍惜 我们的灵性也会 好像这里讲到的 如阴展翅上腾 因此持得到的恩典 是大过早得到的恩典 基督徒的人生 其实是一个 一直都在等候主恩的人生 从听福音的时刻开始 我们就开始等候受洗 我们等候受圣灵 等候进天国 等候神国的降临 等候神为我们预备美好的家乡 因此在我们的祷告文中 有讲到愿神的国降临 这都是在等候 没有一个恩典是不必等候的 在等候的时候 我们要求主引导我们 我们来看诗篇第25篇 Let's turn to Psalm 25 4篇25篇第5节 Psalm 25 verse 5 4篇25篇第5节 Psalm 25 verse 5 这里讲到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 教训我 因为你是救我的神 我终日等候你 这节教导我们当等候神的时候 And this verse teaches us That when we are waiting for God 我们要求主以真理引导我们 We have to ask God to guide us with His truth 我们要靠真理等候神 We have to wait for God in the truth By depending on the truth 我们要亲近祂 We have to draw near to Him 不要远离神 And we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God 我们要多领受神的道 We must receive more of the Word of God 我们要多读经 We must read more of the Bible 因为圣经是神的话 Because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它能帮助我们等候神 And it can help us to wait for God 它能供给我们等候神的能力 It can provide us the power to wait for God 使我们不忘记 神知道我们正在等候祂 That we may able to not forget That God knows That we are waiting for Him 当我们等候神时 As we are waiting for God 祂也在等候我们 He is also waiting for us 祂等候我们的领性成长 He is waiting for our spirituality to grow 祂等候我们成全 成为一个和祂心意的信徒 He awaits for us To fulfill and become a believer In accordance with His will 我们要求神 以祂的真理引导我们 We have to ask God To guide us with His truth 当我们等候神时 When we wait for God 相信神也会帮助我们 We believe that God God will also help us 因为凡等候祂的 都是有福的 For blessed are those To wait on Him 现今我们每一个 都正在等候主耶稣的 在领 In this present time All of us are waiting For the coming of Lord Jesus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 都一致地都在等的 And this is what Every Christian is waiting constantly 也是一定要等的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to wait 我们来看 《天撒罗里加前书》 第一章 Let us turn to 1 Thessalonians chapter 1 Tesalos里加前书 第一章第九节 1 Thessalonians chapter 1 Verse 9 Tesalos里加前书 第一章第九节 下半节讲到 你们是怎样 旅去偶像 归向神 要富士那又真又火的神 So in the latter portion it says And how you turn to God from idols to serve a living and true God 第十节讲到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 那位救我们脱离 将来愤怒的耶稣 And verse 10 says And to wait for his son from heaven whom he raised from the dead Jesus who rescues us from the wrath to come 第九节教导 我们要归向神 富士神 等候神 So in verse 9 it teaches us to turn to God to serve him and to wait for him 这是基督主都必须要经历的 And these are things that every Christian has to go through And these are things that every Christian has to go through And these are things that every Christian has to go through We need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ing of the Lord 我们要过 等候主降临的生活 We need to live a life of waiting for the descending of the Lord 好只到我们能显出 我们的盼望 不是在地上 In order that we may show that our hope is not on earth 我们的盼望 是在主耶稣降临 引诫我们 Rather our hope is on the impending salvation or receiving of Lord Jesus of our souls 我们要一天天 一次不断地 都在等候 We have to wait constantly daily 因为主耶稣 允许过门徒 他要再来 For the Lord has promised His disciples that He will come again 因此我们要等候 他从天降临 Therefore we have to wait for His descending from heaven again 为什么要降临呢 And why would He descend again 他要降临做什么呢 What will He do when He descends 最后一段讲到 救我们 And the last portion says to save or rescue us 虽然主救赎的恩典 是一次就成功了的 Though the salvation of God is happen once for all 但是他拯救的工作 却是一次 继续不断的 But His work of salvation continues constantly 他现在和将来 都要做拯救我们的工作 And He will do the work of our salvation now and in the future 当他在领的时候 And when He comes again 他要带着 怎么样的心向领呢 With what type of With what heart would He come again 最后一段讲到 愤怒的耶稣 The last portion says with wrath to come 他将来要带着 愤怒的心来 And He will come in wrath 他要像作 罪恶愤怒 And He will show His fury to wickedness 神的愤怒 不是对人的 The wrath of God is not towards man 而是对罪的 Rather to sin 人若走向 罪恶的话 If man walks towards sin 造成自己的身体 充满罪 And causes himself to be full of sin 将来 愤怒的耶稣 就要向着 那个人愤怒 And in the future Jesus who is in wrath would show His wrath to the person 既然主耶稣 是向着罪 愤怒 And since Jesus will show His wrath to his evil 那么人就不应该 要走向罪 就好像人听见 那边有危险 那么我们就不应该 走向那个地方 主耶稣第一次的拯救 是死在死之家上 当使徒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都是将基督的复活 跟耶稣的再领 一起讲的 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所以祂能再来 也必再来 当祂再来的时候 祂将要如何对待我们呢 这个跟我们今天 等候祂的态度有关 与我们今天 复视祂的情况有关 主耶稣第二次的降领 是要带我们回天家 这是我们所当盼望的 我们要等候主的再领 我们等候时 需要有忍耐心 有时我们等久了 会叫我们失去耐心 但是如果我们所等候的 是我们所爱的人的话 我们就不会感觉到没有耐心 就好像雅各 为了要起拉脚委屈 他请愿等候 他帮拉班工作 七年 再做七年 因为他爱拉脚 他看七年就好像几天 那样 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九章 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九章 创世纪二十九章 二十节 创世纪二十九章 二十节 这里讲到雅各就为拉脚 复世了七年 他因为神爱拉脚 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 我们等候神 要看好像等几天那样 因为我们每位都爱主 如同雅各爱拉脚那样 如同雅各等候拉脚那样 我们等候的 若是我们所爱的话 我们就不会感觉到很难受 反而会很快乐 又充满盼望 等候这个字 是有业会的意义在内的 我们等候主耶稣 是因为主耶稣与我们有业会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书二十六章 马太福音书二十六章二十九节 马太福音书二十六章二十九节 主耶稣在这里说 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 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从主耶稣在这里说的 就好像与我们业会那样 所以从什么主耶稣说到这里 既然是主耶稣业了我们 那么主耶稣必会再来 我们每逢领圣餐 也是正在等候主的在领 我们等候主是因为主耶稣 与我们有业会 是主耶稣业我们的 因此我们要等候祂 祂也必定会来迎接我们 盼望我们每一位信徒 都能等到主迎接我们的日子 以言主耶稣赐给我们 一颗耐心来等候祂 一直到祂再来迎接我们的日子 感谢主 我今早上的分享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诗 第351首 第351首 第351首